要不然平常就说可以吃 我在中国的时候参加和尚团 我那个时候参加和尚团 我也是很狂乐的 我们和尚团特别紧密 大家都很狂乐 就家人嘛 你对家人什么话都是可以讲 都可以分享 甚至我后来就 几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当我一旦脱离出这个合唱团之后 我在看这个文字 其实合唱团本身的意义 它就像一个把人们聚在一起的目标 我觉得基督在这群人中 会不会也是有这种 一个符号的象征 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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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页》 《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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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从天上 又显身向来 好现一阵暴风高度 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整个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通义 并且按着那灵所识似的发表 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件事情 跟你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两码事 你可以分开 我做这件事情 我读圣经 但是我并没有接受 他讲的这部分 是一个特别的词 特意选来指明 清晰高松的发言 文生 是六八截的本地化 门徒是加利利人 竟说起各国不同的本地化 就是那些从世界 他是一个kind of scientist 这种人 我问过他对宗教和信仰有什么想法 他的想法是没有想法 这些虔诚的犹太人 从散居之地来到耶路撒冷 过五群节 第一个就是玉岳节 玉岳节是为了纪念他们当初 晚上的时候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就说 如果你是真神 他们有的东西我也想有 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觉喜乐一种 从我里面深处流出 这感觉实在太好 所以如果只有一个人带的话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的经历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就读这一段 跟长啊 羊的牛啊 全带来耶路撒冷做什么 大家一起吃喝 就以为一下我们的刚才那样子 所以基督徒的聚会就像过节一样 那一天啊 我后来我母亲跟我妹妹也起床了 那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跟人传福音 那我传福音第一句话就说 这世界上真的有神 宗教是什么 我个人的定义是 封建王朝或者再更早一些时代 上位者用来统治 底层人民的一个公主 都要在这一周要收个完成 那这个在基督徒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就是当基督来了之后的一千年 那个要作为那个的佛收 咱们给你 要我一个 要我一个 但是你有农作物之前 你需要先做什么 你们有稍微研究过这个 农 对要剥走 根地 根地是要干嘛 根地是为了松土 对不对 你土太硬 种子没办法生根嘛 对不对 然后 他们这样就享受他们 所丰收的食物 所以呢 这个就是基督徒最终的目标 所以呢 第一个基督徒需要什么 你需要接受基督为你死 如果你接受这个 感谢主 你是一个基督徒了 第二个呢 你需要怎么样 你需要被那灵交换 那今天你要怎么基那一个呢 小飞 怎么基你知道吗 就是受敬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呢 当你受敬的时候 你是进入神的火 进入神的灶会 所以你如果受敬呢 或灶会生活 你就享受第二个崛起 但是呢 如果你像莉莉讲 就是说你需要成为那一个成熟的果子 得胜者 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得胜者 得胜者就是那些被丰收 在地上被丰收的那批风架 这些都是得胜者 所以很简单 对不对 基督徒造会的历程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把它想成能作物 就还好 还好 第一个 第一个 你需要接受主 做你的救助 第二个 你需要接受他 你要受敬 经历这五行程 进入他的生理 第三个 你需要达到成熟 你需要做得胜者 那你就需要经历这第三个节目 就是这个风生节 所以就这么简单 那张庆 你经历到哪里了 你还没有经历到第二个跟第三个 赶快进化第二个 我觉得我是一个无神论 无信仰者 就是 我所信仰的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算马克斯主义信仰 那我所信仰的就是 我应该要自己努力 然后 make a literal difference 如果今天你像在这边 你听这些话 你觉得 没什么感觉 那你就需要祷告主啊 松我的心底 叫这个话 能够让我有感觉 那有些人的确有兴趣 那这些人我们就特地为他们祷告 通常我们的祷告啊 可以使这个人啊 心向神敞开 教会的这群人给了我 他们的爱 相当于是他们的关怀 那我以我的尊重 来回报他们 好 我们就祷告一下吧 那并不代表我 信仰 哦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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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哦 谢谢你 哦 你渴望与人过节 你渴望与人过节 哇 谢谢你成为我们予越节的高羊 谢谢你成为我们予越节的高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